你在这儿挖洞的老头 让它挖的快点呗 也是啊 这么高一大堆雪丝 你要是不动它 它啥时候能挖呀 半年可能就挖完了 半年可能就挖完了 是啊 半年挖完了以后 那半年又该下雪了 东北不就这样是吗 半年冬天 半年春天秋天夏天 五个月 一二三 哎呀 现在东北还行了呢 出去马的脑糊多了冬天 它都化了吧 是不是底下都流水了 我觉得 对咱家那张是个钩 哎这样倒动倒动 没几天都化没了 五天 五天都化光啊 你看那时候咱家这边的雪 咱妈给堆老高了 已经都化没了 今天这天也好 嘎嘎好 司令在这说嘎嘎 早上有点是不是阴天 一天阳一点 你把阳厚了 它不也化了也慢 一天阳一点 一天阳一点 对都扔到外面让它化去了 这大堆雪底下就是钩 你看底下都湿 好吗 哎呀 你少出点那一大桥能养出去吗 这底下有水了 嗯 都化一阵阵呢 站住吧 我看好多人家都把这雪往那个傻里 往外整啊 我看大刀上也是堆的一堆堆都是那雪 它汤水也一万多 嗯 一半会儿这屋里化不了化不嘎 你看这边特别挖呢 这边还得垫点呢 特挖 现在在这辆大锅台 对接力 你往点上搓 它就往外扬 这小狗你在这看光尿呢 你看 进去 你看它不进 牛仔还害怕你给它整进去呢 你小黄豆说进就进 进去黄豆 来到那儿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进来来来 你看 你看 你看这个 吃那些丑就赶紧跑了 它知道不是它的窝 你看 大大 这以后就是你的窝啊 这是你的家 小虎妞有它自己的窝 有它自己的家 就是师傅 我家那个外墙啊 外墙我想弄一下呀 咋弄好啊 化温板 对啊 你做化温板 对啊 就做保温厂啊 化温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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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外墙的墨子 刷两边 外墙防水漆 用下火整个十多年 对啊 咱整好不容易整一次 必须再整个年数多点 是不是啊 就是啊 整好的 外墙泥邦防水漆 对 反正啥玩意好你们都知道 不行 哪天叫我家来给你俩烙了 外墙 你说相当于五个七一样 就是说你买的好的它挺的年度也多 你买个二个买个钱它挺不了 一年两年就烙了 外墙七也得用不少吧 是不是 外墙七你家咱们也得两三层吧 到那时候咱们俩看看 看看怎么弄到时候 到时候冰天不动的时候 对 就在脑部的时候弄啊 对 温度能达到 四月份弄可以吗 四月下雪 四月下雪 因为咱们四月四号有的是五一 那我家就在六月初整 对 五一以后肯定不可以的 关键我家 哎呦 六月初到时候看看吧 六月初就是脑部天去整最好呗 对 前大姐经的姜鱼就是我们这儿 买一盒图丁 啥盒这图丁 就是那个 小岸丁 岸丁啊 一盒岸丁 咱们这个 还一盒什么 在一瓶土改叶 盖丁子绣上 咱们顶藏有丁子绣 哦 哦 哦 绣店 哦 哦 行 咱这个就是在那个什么地方买啊 那个学生用的商店 你给我盖丁子绣用的 哦 哦 行 那我又下去我就去买 下午吧 下午去倒水 不用着急 嗯 等两天以后我来打磨的时候 完了 我才能用 对 这个绣的地方肯定就肯定能什么 因为绣它是标期盖子盖不上 哦 咱们这边是标期盖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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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